我们再进一会一句话 天哈不公出孝林 孝林不公盖天哈 而在少林武功里面 最神秘最厉害的 就是这个易金晶 它会完全改变你的体格 打通你的任督二脉 但你知道在少林 历经各种阶段的过程里面 最可怕的居然发生在民国的时代 而且少林是真的被烧过 而这个整个镇馆之宝 整个少林是最重要的经典 易金晶就在那一场大火中 被烧掉了是吗 社长 对 我们讲说少林武功盖天哈 但这一计划在1928以前 可能会更准确 1928以后虽然盖天哈 但跟1928以前的少林寺 真的不可同乐而已 你说那个武功失传了 易金晶没了 易金晶 达姆易金晶 还有一个达姆洗髓军 同时不见了 因为1928少林寺长津阁 整个被大火烧了一次 当时少林寺包括少林寺 本宴 荷兰松山的少林寺 整个都被烧 你说火烧少林寺是一个真的事情 是真事 少林寺盖世1500多年 其实最大的结然就1928这一次 1928这一次那个石友山 石友山 就冯玉祥的部下 对 冯玉祥的部下 他冯玉祥底下有十三太保 他其中之一 那当时石友山 为什么会去火烧少林寺 因为当时冯玉祥在陕西这边 然后他要进荷兰 荷兰不就松山少林寺守在地吗 要進荷蘭這邊要收編一個人 叫樊宗秀 樊宗秀 樊宗秀是以前跟著孫中山革命的時候 打了很多仗很漂亮 所以後來他也建立一個叫 算是副國軍之類的 叫建國御軍 御就是荷蘭 在荷蘭這邊有一萬多人 那鴻玉祥當時要召編這個 樊宗秀的時候 樊宗秀看不起鴻玉祥這個人 後來拒絕 拒絕 但問題石友山是鴻玉祥的十三太保 本來石友山跟樊宗秀兩個是好朋友 結果因為 你拒絕我老大 對 我老大要叫你過來收編你 你不用 不用他反而樊宗秀去投到石佩芙的地下 吳佩芙的下面 對 所以兩個軍閥就不一樣 頭頭不一樣 所以石友山跟樊宗秀 就鬧完 鬧完後來馮玉祥入荷蘭以後 決定說那樊宗秀這個人 你既然不能入我們 那就一定要打 因為你是吳佩芙那邊 結果就派石友山跟樊宗秀打 那問題出來少林寺是怎樣 樊宗秀是少林弟子 真的假的 他是俗家弟子 俗家弟子 對 樊宗秀從小就在少林西武 他武術相當好 武功相當高強的一個人 當時少林寺的方丈叫橫林 他是屬於橫林的嫡系弟子之一 後來在1928的時候橫林已經死掉 死掉以後橫林方丈交給一個叫廟心方丈 廟心方丈都還是樊宗秀的師弟而已 所以樊宗秀的倍分是很高 所以樊宗秀跟石友山要對打的時候 少林寺當時在民國時期 跟我們現在想像的不一樣 少林寺民國時期他是 除了總事宴以外 他底下有所謂的叫分支 分支在荷蘭一個地方就有25分支 在民間 分支大概一支大概是100個人 1000個人 25個分支就有25000人 所以少林寺當時的力量很大 俗家弟子25000人 那少林當時在25000人這些分支 他們其實有組成一個團叫民團 類似民間的團練 所以如果少林寺這邊總是下什麼決定 這些25000人會親從指揮 還有生兵 對 有生兵的意思 當時剛才講的廟心跟橫林兩個方丈 其實就是總偷頭 總偷頭 所以以前少林寺是管俗物的 是管事情的 會打仗的 對 而且他們以前包括人家什麼被綁票 少林寺都會介入跟推到 慘了 橫林以前橫林方丈以前非常出名 就是在那個荷蘭地區 如果有什麼山賊啊什麼東西綁架人啊 出面跟他們談判或者打起來 就是橫林方丈 而且那個橫林方丈打過好幾次 跟那個土偉打過好幾次 戰無不勝 所以在民間聲望很高嘛 那當時環中秀就是因為少林出身 那問題他跟 馮毅翔的這個十一五三打起來 怎麼辦 少林寺當然挺自己的地址 少林寺選邊站 對 少林寺介入 介入 介入 但介入問題 當時後來黃毅翔啊 一看十一五三跟少林寺這邊打起來 少林寺的身兵很強嘛 對 所以黃毅翔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所以黃毅翔就從陝西開了十四萬部隊過來 十四萬部隊裡才總共兩萬五千人 兩萬五千人 對啊 廟新方丈說 哇 少林寺啊 脫口斷血殼流 我就打到底 我就少林武功跟你 跟你那個槍炮打一打 我就人不交出去 對 不交 結果廟新就在那一戰 跟那些兩千多個部隊裡面打起來 後來廟新就死掉了 我死 兩千個人實在也沒辦法抵擋住 對 後來黃毅翔被捉 捉了以後 黃毅翔很氣啊 就用大炮瘋嘛 大炮他本來在打的時候 大炮隊也瘋 瘋 後來他還不解氣 後來你知道 黃毅翔派人進去那個少林寺 大雄 寶殿 天王殿 最主要是長津 長津閣 少林寺的長津閣是 人家說中國最大的圖書館在哪裡 在少林寺 他所有天下武功秘籍都在那裡面 最重要的兩本書 達摩益金金 達摩洗髓金 兩本當時全部燒掉 全部燒掉 這兩本書就沒了 就沒了 沒了 我們剛才看那個檔案照片 在光繫時代達摩益金金還在啊 到1928 沒了 沒了 所以少林武協從1928以後 其實因為他大量的武功秘籍 被燒掉了 所以後人有很多 要看這種秘籍學武的時候 就沒有一個根據 沒有一個 好不 少長剛剛講到的 今天火燒少林寺 把長津閣燒掉了以後 當然你說引起了整個少林寺 深重的憤怒也引起了天下武學界的反彈 後來 這個放火的人 神秘死亡 對 這個石友山 因為剛才講他火燒少林寺 那少林寺剛才講 當在荷蘭的一個生兵 就有兩萬五 全國各地還很多嘛 所以後來反彈很多 那這邊出了一個人叫高舒勳 高舒勳 後來當到 後來投降 在抗戰時期 他也是蔣介石手下的一個中將 這個高舒勳 其實他跟少林寺的淵源也很深 也很深 後來高舒勳 高舒勳就騙這個石友山 在1940的時候 騙石友山說 我要招待你們 我們要談那個 抗戰的一些事情 1940把石友山找過來 那其實少林寺的那些子弟啊 就埋伏在外面 等石友山進了這個宴會場的時候 少林寺子弟就跳出來 把石友山旁邊那個水壺幹掉 全殺了 幹掉 幹掉以後就把石友山抓了 抓了在哪裡 在黃河邊 挖了一個洞 把他活埋 把石友山活埋 活埋 對 少林寺活埋他 對 所以後來少林寺表情說 抱了一勢之仇 可是少林寺不是和尚嗎 不是慈悲為懷嗎 對 但當時的民國時期 到那個抗戰時期 其實當時的少林寺不是 他介入那個食物很深 而且他有自己民間團練 團練他就包括剛才講 包山包海 黑道的他也 他也喬事情嘛 包括這個所謂的軍閥 他也選邊站 好 所以我們開始講 當時我們講 火燒長青閣火燒少林寺 不但真的發生 而且是發生民國 而這個真的放火燒的石友山 居然被在黃河邊挖了一個洞 把他給埋了進去 好 創下我們再看到就是 在自然界 也有很多這種屠殺的故事 我們看到在陸佛海邊上 突然四五百隻的海豚 非常驚慌的往前逃竄 他想發生什麼事 原來八隻虎鯨 就把他們嚇得蒼黃 這就是前一陣子呢 在加州的蒙雷特灣這邊發生的現象 大家一看 怎麼突然之間呢 大量的海豚 數起來呢 有上千隻的 往這個海邊這邊 拼命的游過來 游過來之後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你一看呢 這些海豚呢不再優雅 他們非常驚慌 不斷地跳出海面 好像逃什麼東西 這逃命的 在逃命的 遠遠一看 在遠方的海邊呢 竟然有八隻的虎鯨 非常整齊的部隊 向前面一直進兵 然後海豚一看到說 虎鯨來了 這個是海中的殺手之王 趕快逃命 你說虎鯨會吃海豚 虎鯨是海豚的一種 是海豚裡面的最高級 它其實並不是鯨魚 也不是鯊魚 它就是海豚 但是是海豚裡面最高級的海豚 所以它是非常凶狠的一種 但是它會吃海豚 它會吃海豚 但是海裡面是什麼東西 連鯨魚連鯊魚 連海獅海豹海象 沒有 它看到東西 它通通都會把它給吃 你說它連大白鯊都吃 它大白鯊也吃 虎鯨為什麼這麼凶狠呢 這個就是在那個2014年的時候 是在阿拉斯加這邊 那有一隻海獅發現 有虎鯨來了 所以它趕快躲到那個遊客的船邊那邊 說我在躲在這邊 你總是不能攻擊我吧 沒有想到虎鯨根本就不甩它 虎鯨就潛到水裡面去 虎鯨的速度是海裡面最快的動物 它的時速在海裡面是55公里 這麼快 這麼快 所以它一衝上的時候 你看它用尾巴一打 那隻海獅呢在空中翻了三圈半 被頂起來 翻了三圈半 因為它的動能非常大 翻了三圈半再掉下去之後呢 那隻海獅呢已經昏了 然後虎鯨呢就用它那個 全海裡面最凶狠的牙齒 一口一口的把它漏給吃掉 虎鯨的咬合力沒有那麼強 可是它的牙齒呢 保證它的牙齒呢是 最凶狠的一個兵器 你說這個是虎鯨的牙齒 對 它的牙齒是最厲害的 最厲害的虎鯨牙齒呢 可以長小的呢12公分 那長大的時候呢它可以活七八十歲 三十公分 你說這個牙齒可以長到三十公分 三十公分 而且保證你看它在整個嘴巴裡面呢 一整排 上面大概三十顆 下面大概二三十顆 都是這種牙齒 而這種牙齒呢它的特別在哪裡 它是在海裡面的生物 像那個大白鯊啊 它的牙齒呢就好幾排 但是呢它們沒有牙根 所以容易斷裂 而虎鯨的牙齒跟我們人類的牙齒一樣 它是有牙根的 深深的扎在上下盒裡面 所以它一咬下去呢 是不會斷的 而且最特別的是 它的剖面呢 不是牛排刀 它是橢圓形的 就是橢圓形的 就是剖面 每一個剖面都是橢圓形的 所以它咬的時候呢 周圍的受力呢非常均勻 所以虎鯨這個牙齒一咬下去 一口一口一口一直咬 你整個就會粉身碎苦 但是虎鯨厲害的不是它的本能這麼強 它是有智慧的 它有智慧 像他們在吃這個海豹的時候呢 海豹躲到冰上 那你大概吃不到了吧 結果他們會去撞那個冰塊 把那個冰塊給弄翻 弄翻之後就把那個海豹吃掉 然後其實呢 是說後來在南極州 北極州的時候 北極邊緣呢 又看到那隻有 又一隻海豹 在這個小冰塊 它逃了 它下了海裡面之後 它就跑到一個更大的冰塊 比如大五倍 結果那時候科學家第一次發現 虎鯨原來是聲納系統相傳 怎麼叫聲納下去 它們其實前面有一個高高的地方 跟海豚一樣 它們是高級聲納 那五隻兄弟呢 就開始呢 並肩作戰 這個速度 所有的波浪型都一樣 形成一個波浪 從那個冰上翻過去 再回來 就形成這樣的波浪 再形成一個波浪 再一個波浪 最後是用波浪 把它給翻掉 翻掉 所以虎鯨也懂 流體力學 然後所以它是非常 兇猛的一種動物 這個我們看到的 《威晶闖天關》裡面 那個威力覺得 好像是非常的清明 但虎鯨非常特別的是 它白鯊也是 大白鯊吃 海豚吃 鯨魚吃 但它對人類是友善的 但沒有想到 人類 對虎鯨是最殘忍的 把牙齒全部拔光 放到海洋生物園裡面 供人類來觀賞 我們還要跟你有一個影片 紅遍了海內外 他翻山在台中 一個阿伯把門打開 撞到旁邊的騎士 就沒有想到 他好心牽車的時候 就把這個車子抱撞 他自己疊著個狗吃屎 欸 是的寶傑 在台灣馬路如虎口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了 這個阿伯啊 其實開門也開很慢 後面的這一位騎士 也騎很慢 但問題是你路邊並排 他就撞到了 撞到之後阿伯還好心幫你扶車 沒辦法轉到油門 轟的一聲車就出去 你仔細看 阿伯連鞋子都飛掉了 所以雙方在這個狀況之下 你說到底誰有錯 我們不知道 但現在全世界都知道 台灣的阿伯很厲害 而且我們看到現在這種暴衝 在路上是屢見不鮮 是 寶傑其實除了阿伯之外 還有年輕人耐不住氣 你看騎車喔 載著妹在後面 哼哼哼哼 喔 不好意思喔 這個就這樣子摔了 他女朋友超生氣 剛剛女朋友走了 女朋友不做阿 因為你知道 大家就想說後面在那邊 他女朋友剛扒他一個頭 沒想到他加油 哇 騎五連 然後女朋友就被摔到地下 女朋友可能懷疑說 欸你是不是故意摔我 他女朋友掉的時候就走 他女朋友就走到路邊去很丟人 後面的人都在看 那另外還有 機車其實我們真的很同情他 結果他其實是撞到 對不起這個路邊 有一個人孔蓋打開來了 他一看到人孔蓋的時候 來不及煞車 但問題是車倒之後 人就一竿進洞 他摔進去了 對 人一竿進洞 不要說我們在笑他 你仔細看 咚 掉下去了 他剛剛好摔進去 所以我們其實很替他擔心 落到下水溝裡面 除了身上很臭之外 到底有沒有什麼危險 那這個就是經典的 一個比較有經驗的駕駛在旁邊指揮說 你要怎麼倒車 怎麼倒車 指揮半天 年限停不了 所以老駕駛行的一聲 哇 沒想到你看 簡直跟老將黃中一樣 戰力堅強 當場把車都撞壞了 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車子是別人開的 就是老先生看說 你怎麼開這開不好 你怎麼會停不進來 結果結果老先生說 那我自己來開 就沒有想到 當他自己開了以後 居然爆衝了 對 這就是經典的 副駕駛座出一張嘴 等到自己開的時候 顯然這車子不聽他的話 你看年輕人還說 好好我讓阿伯來停 阿伯對 阿伯就老經驗的 砰 好 撞了之後又更緊張 咚 你看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有的時候我們必須要講 人老在駕駛上面 不一定表現比較好 所以 一開始我們看到那個 老阿伯他把車門打開 撞到人 他其實非常好心想要把車扶起來 但沒有想到 他的手太用力了 他一扭出去 油門就夾出去 他人跟著飛了出去